这两天看到宋光华前辈的照片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所有真传的东西都是凡人之的 不信你看这个照片 大部分人会说 他站的不对呀 三体式都没有前三后七 相反他是前七后三 这是为啥呢 中价咱们不说 再看低价很多人就会说 他这三体式撅屁股呀 那到底是你对 还是人家这个真传的东西对 包括我们之前视频所提到的 宋铁林先生80岁的照片 很多人一定会说 那他是错的呀 他前轻啊 我们要立身中正呀 就是有很多老前辈的照片 包括孙路堂和孙存周前辈推手 孙存周前辈也是撅这个屁股 前辅后仰 包括薛滇 很多人还说他的权招前清呢 到底是你对啊 你的立身中正对 你的重心分配对 还是人家过去的人和真传的人对 大部分真传的东西是反认之的 就是告诉你对的 你也以为他是错的 大家仔细想想这句话 不仅仅是行义权 太极权也是啊 太极权大家都说要立身中正 你看人家无视太极权 在民国时期的演示 他不光不立身中正 他前辅后仰 他左歪右斜呢 所以你对行义权三体是重心 前三后期的判断是对的吗 我们对于立身中正的判断是对的吗 前辅后仰就不是立身中正了吗 大家有什么看法 来聊一聊